我自己形容为五六七年内最难唱的歌 由喀生风作曲 编曲 周月辉田池 廖志华监制 这首歌的灵感来源是自己去旅行的时候 我自己很喜欢夜晚在街上走 就算店铺都关闭了 我都很喜欢夜晚的时候不在香港的地方 到处走 那个感觉是很舒服 好像你越走得久就越放低得多负能量 不开心的东西 压力 所以每一次去旅行我都会这样做 现在这首歌的歌词正正就是在走路的这一段过程 MV方面这次比较特别 拍摄的时间不算长 但出来的效果挺特别 因为我们会找了一个叫阿来的朋友 帮忙去描画师 帮忙去画一些画 再弄动它 并不是一般的MV可能拍到英俊 有些街景 我们这次没有的 但是所有的都是画出来的 有很多的画面 现在又不是很可能坐飞机去拍 所以就找了这个朋友帮忙 实现一些想拍的画面 可能是冰岛 可能是日本 等等的地方 有他帮忙就可以把想去的地方 全部都画在MV里面 那 又可以画到我瘦一点 又可以画到我英俊一点 又可以画到我英俊一点 那是非常之神奇的 因为其实现在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画出来会变成什么 但是 导演曾经又跟他合作过 也都十分之相信他 我也都相信导演做的 我自己都可以 旅行 对我来说 近乎是必要的 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很多 减压的活动 可能是打球 吃一些很好吃的东西 我也是 但是旅行对我来说 释放负能量 和一些放松的功效是特别大的 也希望 也希望 现在就不允许 但是希望每一年 都有这个时间 去不同的地方 可能很近的旅行 都已经有这个效果 当然 又可以拍照 又可以吃一些好吃的东西 加加满满 其实就是 叉电 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充电 回来 继续工作 那就最好了 我想 如果要形容这首歌 是用 發洩这两个词 就是 有一些 情绪 放下了 我跟着回来 就好像刚才我所说 我去旅行 我都会周围走 就是漫无目的地 开着Google Map 就周围走 或者走去一些景点 拍照 甚至乎 我真的会去一两个钟头车程 可能为了拍几张照 然后我就回到酒店 那 那个过程好像很无聊 但是又 确实 有 治疗的功效 就是 有一个 放下 一些东西的功能 所以 如果说这首歌 我想 是用 发洩去形容